8月3日 槍案發生在五角大樓外的地鐵公交換車站 距離五角大樓只是幾步之遙 警方隨即在官方推特上證實了槍擊事件 並宣布五角大樓已經處於封鎖狀態 一名美聯社記者說 在附近聽到多聲槍響 另一名記者就聽到警察叫有槍手 槍案現象有多人中彈倒地 醫護人員迅速趕往現場知救 9時至10時 一名警察員警員被警方當場擊斃 但警方否認還有更多槍手在逃 目前聯邦調查局已經接手對槍案的調查 預計很快會公布更多細節 直至中午時 警方確認現場已經恢復安全 五角大樓也宣布解除封鎖